好,開麥時間,大家好,我是Checkpoint Benny 今天就是星期四的時間,下午三點鐘 我們準時開始每個星期的星期二和四 我們都有Checkpoint的Podcast 今天我們去到第十一次的Podcast 在我身邊這位朋友就是Samuel 很多朋友和Samuel都有聊天 因為Samuel是我們的Cloud Security Specialist 所以很多關於Cloud上的迷思都是找Samuel去解答的 長話短說,到第一次的Podcast 其實我們越來越深入了 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問我們 為何這個Podcast 我又不會再去重�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在年頭去過泰國 當新典型肺炎未發生的時間 新官肺炎未發生的時間 我們在曼谷聽了很多Checkpoint新的Solutions 明天的科技 回到來的時候,這個肺炎爆發 我們打算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用AIRTIME Podcast的形式 當然大家可以之後 在Youtube找回我們的支持的Podcast 去看我們的資料 去到下午後 對於今天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在說是Cloud的用途 加上現在現實的環境 就令到我們不用Cloud也不行 OK 大家就是Home Office 所以去到今天 我們這個Podcast 就會看看在Cloud上 我們是一個Untrust的環境 我們怎樣去 address 一些不同的Challenge 好了,看看這個表 我們去到第十一次 我們還有第十二和第三次 下一個星期的二和四 星期二都會見到你 因為我們有一個Course Over的Sessions 就會有VRMware 大家真的要留意 因為兩個Vender 都在說在Cloud上的Security 可以做些什麼 以及大家怎樣可以 在Cloud上的Environment 去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這個很重要 在現在的Environment 再之後 下星期四 四月二號 我跟另一個Vender 兩個都是Essi Vender Checkpoint 加上Suburbit 就會講到Best Passage 怎樣做的 大家就踴躍一點去參加 因為下一個星期的兩個Sessions 我相信如果在外面 一般以往來說 應該要收入場券 今次我在Podcast上 有我們Course Over 大家留意 有些Special Offer 再給大家 OK 在現在的情況 我們有很多朋友問 之前說的 Free Usage 是不是還會繼續 其實我可以在這裡 和大家保證 我們的Home Office 的Special Offer 30天的Free Usage 是會繼續的 如果有興趣 或者有需要的朋友 找回我們的同事 Sales Engineer 我們的SR Partner 或者我們的DIS 看看如何安排到訪 今天的Agenda 如以往約 三點鐘至三點三十五分 我們會有Shamro的Sharing Q&A 你們都是不守規矩的 你是隨便 你在不同的途徑 查 Q&A WhatsApp 打電話來問我 就不好了 我們盡量回答 然後在三點四十分 至四十五分 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Feedback Form 在整個Podcast裏面 超過五次以上的朋友 提供Feedback Form 有機會得到我們的Air Mask 是一份的 之後我們有Kahoo Game Kahoo Game 最高分的三位朋友 你會得到我們前面的抗疫小禮包 抗疫小禮包 是會送到你們的 不用你們親身來講 這次Kahoo Game 我們有三條問題 大家就留意回 前面還有一個牌 就是我們的Facebook address 大家掃了QR Code 也好 或者根本上你已經 來不時都會上去看 給我們一個Like 每一次你們給個Like 我們都相當重要的 以下下來的時間 我就交給Samuel Samuel 跟我們聊一聊 這個 topic 就叫做 Sealing in to Sealed Trust Car Architecture 裡面包含了不同的 topic 大家留意回 如果有問題的時間 不需要一定 或是關於這六個不同的 topic 總之 關於在Kahoo上面的東西 有什麼疑問 就立即問了 我們也順便回答 OK 辛勞交給你 好 我今天講一下 其實都看到 我們現在 在這個Modern的RDcast 上 由以前的 還在用電話的年代 開始用很多手機 App 其實這個轉變 原來特別是說App 現在不斷這樣出新的 這個轉變 其實令到後面的生態 都不斷 嗯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在Modern的Cloud application 每次的東西都是Paper user 所謂的 所有的Procurement 是In Second 以前聽到Cloud 很多時候還是Hourly 去計 現在開始 就是以斷秒去計 開始現在說 我們真的要一個Application 不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Piece of Code 去做 現在開始你會打散了很多 的小的Application 嗯 同時間其實 所謂的是Pake away 就是說我全部的東西 由我真的由到Developed 到我真的 要去擺上Production 其實按我按鍵 才開始做這個 就是好嗎 我聽到全部的東西 都是秒殺 是秒殺 可以說 真的很快 所以其實現在我看到 當我們正在使用這個 不斷的轉變 其實很多時候看到 我們現在由VM 轉去Kubernetes Container 再去到Serverless 很多時候是 去追隨著這個轉變 其實你看到這樣的轉變 轉得這麼快 我們要用一些新的 其實除了一些 modern的 去幫忙 所以那個 是Seat of Change 不斷的 Developer是King 剛才我已經說了 你好像剛才說 CICT Pilot 是一個Development的 有Development 到真的把東西 推進去 Cloud 或者Kubernetes 或者Serverless 這個過程 真的是秒殺 所以其實中間 要怎樣去 你怎樣去 configure 怎樣去拿 什麼的privilege 這個其實是Developer的 其實我們怎樣去 怎樣去 控制這部分 就是Developer的角色 反而是一個 最重要的角色 是的 在整個過程裡面 最後 他們在說 你好像在用現代的 architecture Kubernetes 和Serverless 它自己 可能已經是自己 一個 它已經是自己 直接對著街 如果我們再說 咦 我們有這麼多個 出口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 一個很好的控制 以前我們做法 就是我們有一個出口 放個Gager 在前面 但現在很多時候 在說的東西 未必是純粹是 Network-based 可以選擇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我用 一個簡單的 VueLive的例子 去講解一下 其實我講 Cloud 又講 Container 和Serverless 其實在VueLive 我們用什麼 可以講解 第一樣 其實我經常都講 Cloud上面的 VM 其實什麼時候 我們完全 在Shopping Mall 看到那些Shop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們的種類比較單一 賣花的會是賣花 賣朱古力的 可能也是賣朱古力的 但是 你每次要有新的 即我有新的Service 我要重新建一個Shop 我要做Decoration 要賣家具 這些 其實時間比較長 Container 比較像是 一個Supermarket 可能香港比較常見一點的 格子店 就是說我每次見到一些 就是我有個格子店 我有很多個格子 我要賣什麼 我就把東西放在格子裡面 如果我真的說 我這間格子店已經沒有了 任何格子 那怎麼辦 我開了一間新的格子店 滿了 意思就是滿了 滿了 或者可能不滿了 我要開一個新的 其實速度也會快很多 因為你知 格子店的做法就是 我的櫃已經是GENERIC 我也是買過櫃 再安裝一些東西 很快 可能幾天已經可以開到 一間新的格子店 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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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搭上去 所以在上面可以很快 再說 SERVALESS 是WENDING MACHINE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知道WENDING MACHINE 的特性就是 我要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就進入一個項目 就是選擇我這個產品 SERVALESS SERVALESS 其實我每次要用的SERVALESS 我都是說 我要給你一些東西 你給我一個月收 其實這個產品 是斷秒計的 收錢也是斷秒計的 所以這個產品 都比WENDING MACHINE 很即時的 形象化 就是落地一點說 其實現在在說 COW的環境 其實跟我們現在 日常 當我走過尼敦道 都是一樣的 或者走過中環地鐵站 都是一樣的 裡面有一些實體店 是自己的品牌 他自己可能是賣首飾 但是如果他想賣 賣護膚品的時間 那間店叫裝修 那個Display 又要換過些東西 重新擺過 他就相對來說 賣得慢很多 而且擺來擺去擺自己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在畫面上面 最左手邊 就是在賣花的情況 OK 現在我們也看到 有些是叫做Supermarket 又或者 我們可能會看到 有些LUMBER字頭 譬如759G 那些是類似Supermarket 或者是一個container的形式 裡面有不同品牌的貨品 或者有不同你的需要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上面 那就是隨添隨加的 視乎需要 可能有些是不需要拿走的 但是就無限擴張 是 因為跟實體店有些不同 實體店有些不同 實體店有個 格子店 那些格子盒 那些格子盒 那是有限的 是 實際上的空間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說的container的概念 OK 而這個Rending Machine 就是 這個還會快一點 因為這個真的秒殺了 其實就等於你有什麼 放在裡面 譬如有十半可樂 你就去買 或者放了幾格去買 那這就是Rending Machine 的概念 就是那個Service 是 就是大家就可以釐清到 其實這幾樣東西 都不是說真的那麼虛無的 其實很落地 我們只不過是我們日常的東西 轉了是上Cloud 是的 所以就是 總統的最便是 剛才我們也說的一件 API 其實是我們收錢的項目 即是說怎樣 其實我們就算是 無論哪間商店也好 你不同的形式也好 最後你也要收錢 嗯 其實API是收錢的 你收錢的時候 我有不同的收錢方式 我付款卡 我發痛 是 我或者用Pay Cash 去做 當Pay Cash 總之全部都收港幣 是的 全部都收港幣 但是API 就是在中間做一個媒介 做媒介 做媒介 幫他收錢 收完錢之後 中間有人來收錢 就是有人來通過 譬如是 一些我們叫做護衛公司 過禮法 會在公司 跟他收錢 然後放回一個地方 是 做媒介 你說如果是科技化一點 就等於是Credit Card 是 比如這個是一張Visa Card OK 那後面就 跟Mershant 去接拍 大家會說 通道的時間 就是真金白銀 是不是真金白銀 沒錯 做交易 而大家最關心 就是這一點 就是上面綠色的錢 如何到達 是否如何到手 是否騙錢 這個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用這個analogy 去講 在後面 如果你看到我們以前的做法 全部是用不同的 現在說VM 都不同 Band Metal 的Server VM 全部都是Net-based 去接 VM 接到後面的App Server 接到後面 接到Delete Server 其實每一個都是 人的VM 但是剛才用那個概念 好像Shop 那樣 每次我要建立一個新的DV 其實我要裝一個OS 再裝上面的Servive Application 再製造一個新的DV 這個時間是幾天 至一個月的時間 下面你會見到 現在我們Modern 的Infrastructure 上面說 Container 我真的要spin up 的時候 可能是幾分鐘 到半個小時 直到已經做了 最高的限度 只能容納到半個小時 對 其實基本上 你幾分鐘就一定做 嗯 再加上Server 就更加快了 我真的放了Application 上去 每次使用的時候 又去到 真的有 我來說 Opto Scale 不夠用的時候 擴張的時候 都是在說幾秒鐘 到十幾秒鐘 就已經做了一個擴充 所以其實你看到 剛才說的Speed of Change 不斷地改變 你的Transaction 會越來越快 為什麼呢 好像現在 我們經常都說 IoT 我們經常都說 5G Smart City 這個量 是很大的 如果我們再用舊的方法 沒有辦法去擴張 很簡單去擴張 其實 就是 pick up不到 這麼快的速度 即速度 IoT 設計 全香港有幾十萬個 是 我和我以前做的Service 我只有幾萬個人去做 而且都 比較Static的環境去做 很不同 所以其實我們要有一個 如何擴充性 如何很快地回應 但是其實 這個轉變 這麼大的時候 但是其實我們的 Security Needs 也要有外面 老實說 其實現在你正在用的 東西 剛才我所說 由Network-based 做API 但是其實 它的Attack Vector 也在 我們平時看到的 Account Hijacking Host Hijacking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Attack Application 這些 Attack 它自然在 只是我們的 媒介 以前是Network-based 現在可能是API-based 所以 其實你看到 這些東西轉變了 不同的 Method 去用 Provile Service 但是 Security Needs 在新的世界裡 舊世界的 宅激營 仍然在 在新的世界裡 舊世界的宅激營 仍然是很簡單 只是搶錢 只是為了錢 只是為了錢 在新的經驗 從來沒有見過 一些Attack 是為了Attack 而來的 是有目的而來的 所以 其實你看到 轉變 在新的 上面的 Modern Evac structure 其實我們常常見到 就是一個 視頻率 沒有太好 其實 正常說 你在用 Card Provider 上面的 Evac structure 其實它可以給你多少 就是這麼多 上面可以再看多一點 第二 剛才說的例子 例如 Renning Machine 每個Renning Machine 都是自己 直接 配合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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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上面 怎樣我可以說 有這麼多 Modern 的 入口 去攻擊你的 我沒有可能每次 人動一個 保安 在Renning Machine 所以 其實我們 怎樣可以用一些 好的方法 去做到 既然那麼多 出入口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 再加上 Mish Confirmation 我當然希望 我不會在 DOW上面 有些事情 會做錯了 感應到 可能 有些 DLP Data Loss 的情況 出現 或者有Insta 出現 再加上 上面的 很多 Application 現在 發展快了很多 比起以前的 全部 可能自己去In-house 寫到現在 我們真的要用很多 外面的坊間 的Library 一些Open Source 的Library Code 放在我的Code 即是現成有的Code 是的 現成有的Code 有Script 有Code 整個Set 放在這裡 上面可能會有Variability 其實 Direrper 都未必知道 你見到 剛才我經常都說 你放上去 由你的Direrper CICD pipeline 到你放上去 這裏是一條 的 其實他們都沒有 知道 原來用的Library 是否有Variability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他 補正一些東西 上去的時候 有問題 再加上 你真的寫在Code 上面 最弱的Code 最弱的編碼 其實就是 你自己的Library 最弱的 即是說 現成的 可能裡面 已經有 有Library 有機會 或者已經有些script 有機會 那些是會 Actate你的script 好了 你說不自己做的 你說不拿外面 坊間有的 自己做 反而是 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還有可能 我寫完之後 有些Predential 這也是 全部都是人為的因素 是的 最後一個Privileged Esculation 經常都說 當我寫了一個Application 其實後面 我拿了很多的resources 其中一個很 typical 就是拿DB 的resources 拿Storage 的resources 即是在實體的Infrastructure 裡面 把東西空出來 放在你的環境 是的 你要拿的東西 都是一樣 只是拿一個方法 但是很多時候 你拿的方法 是用FiveWalker 我告訴你 你能否去到DB Server 你能否去到Storage 但是現在的做法 例如說 現在上去 我是靠API 我會 怎樣限制它 是靠Privileged 是 你拿這個Privileged 會不會過多 這個是危險的地方 例如我一個因素 需要去到Storage 是 你比較代表 它是說 所有的resources 都可以接觸到 還是你只限制它 只需要 去到Storage 你才能限制它 去到很多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當大家聽我們說 多的時間 法國其實 在這個廣場 的環境 不是大家想像中 那麼簡單 也是 不是說 那麼特別 只不過大家 日常做的事 現在正在做的 但是 為什麼 遇到那麼多問題 我們解決不了 之後 在Analysis Analysis 就會跟我們解答 這些問題 在哪裏 好 那你講到最主題 就是剛才說 Developer is king 但是誰去責任 這些事情 其實講到尾 其實也是 compliance team 和security team 為什麼 因為其實 Developer 其實他們的focus 是怎樣令到 應用程序 怎樣令到它可以走 但是他們是不是 這麼關心 security needs 這個也是 compliance 和security team 他們去做的事 這個是 就是責任 最終負責者 我沒有聽過 始終都是security team 對 和never team 對 是他們的 當然我們在說 這些事情 我們如何去幫助 好 其實上面 你講到用container 用serverless 其實你見到 其實上面 有很多的 他們很多時候 會下載一些 image 其實有機會有 britches 在一些 temporary的image 放在上面 有機會令到 用家會 compromise 甚至乎 好像 最出名的 Kerpernautis Python 都會有一些 verability 令到他們有機會 所以 其實有了 protection 是可以的 所以 其實我講到 氣肉 就是我們 checkpoint 在這個 journey 在這個 modernized architecture 上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 你們 我從四個 layer去講 Posture management work load protection network security 和 frit hunting 我會逐個逐個再講 深入一點 去講一下 好 有個問題 有朋友問的 如果在 cloud planform 上面 一般 cloud 或者 vendor 都說 是否上面還需要 firewall 這件事 其實都需要 其實經常都說 上面 會有 很lative的 control 我會再講 多一點 這裏的時候 你上面的firewall 去到 要對到 frat prevention 的能力 始終都要靠 我們專門做 security 那我再講 多一點 好 Posture management 很簡單 其實是怎樣幫助 你們在上面 你放上去的東西 或者你上面的configuration 是否沒有做錯的 這是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configuration 其實我們在說 dorm line 我們都在幫客人 怎樣幫助 無論是 不同的public card 甚至乎 在区別人上 去確保 他們所做的configuration 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重要的 上面 其實在說 我們的dorm line 是有1700多個的checking 其實現在幫我們客人做的 所以在上面 你用的dorm line 在裡面 已經有些checking 可以用 去防止你的cout 會出問題 去檢查你 而且這些checking 不是只做一次 因為剛才所說的 你的改變 不是說 還有幾天 你還可以慢慢檢查 有沒有問題 你全部的改變 可能今天改變一次 下午你會改變 已經 一直做 continuous checking 很重要 一旦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已經可以調整到 Security team compliance team 我們已經發覺 有人改變了一些東西 會有一個potential 的 其實現在的速度 是接近即時的 即時的 所以如何可以即時做到 再加上 例如說 剛才你發覺有問題 有兩個方法 可以做 一個你可以menu 去做remediation 另一個方法 可以做一個autoremediation 但是有人會問 可能我做autoremediation 是否放心 會不會 我給你了一個right 去做 但是你的Python 被批准了 那我不是重招 但是 其實我們當晚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只需要有一個reed only 的right 都可以做到 互通的remediation 怎樣去做的時候 就是上面 我們再放一個 surfless function 去客人的environment 裡面 靠到在裡面 再做remediation 那客人自己 會有 full control 原來我看到你這個coding 其實要做什麼 我給你那些remediation 我可以限制到一個 只是一個很小成的remediation 防止它會做到其他東西 去hijack 這個 這是 再下去 說到 sauce 我們有一個sauce guard 其實剛才說 你最弱的pinner 就是你自己的modernized infrastructure 最弱的那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說 在你再放上去之前 我們已經幫你檢查到 其實你正在用的open source 的remediation 上面會有些remediation 放在裡面 忘記了拿走 會不會有些coding 做錯事情 這個 在這個 CICT pilot 在做development 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 證明到 原來我們發覺 你有做過一些問題 甚至證明了 Security team 告訴你 我們看到它 放了這個code 但是 是有問題的 可能要做一些的工作 這個我們會做的 嗯 再加上一些 remediation 的assessment 上面的 例如我剛才說 你做container 其實你會在上面 會拿一些image 其實這些image 是不是真的上得過呢 我們希望 你放上去 剛才我講的一個 例子 supermarket 我在後面 backoffice 拿一些貨出來用的 但是我當然不希望 這些內貨 是有問題的 但是當然我們是說 trust-based 你來的內貨 我當然相信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然我們有一個能力去檢查 這件事是最好的 我們先檢查一下 那些貨有沒有問題 這個image 沒有問題了 我們先放上去 有問題的 我們當然就 可能 按照著先 或者upgrade 這個library 也好 image也好 才再放上去 就是確實在包裝袋裡面 在薯片的包裝袋裡面 不會是一條香蕉 是 這個 當然我們這個 的checking 不是純粹說 好像 我們上面還有我們 flat cloud 會用AI 會用我們很大的 ioc intelligence database 去幫他 去check 我們做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強大的 rack cloud 去支援主義 這個當然也是在說 在 製作之前 未放到製作之前 已經做過 是 再下去 再說一些 work load 剛才我說 真的好像 vending machine 是直接 facing to taps 如果 我還說 我們可以用傳統 可以動保安 在這裡 做一個 的 手門口 當然是不可行的 做一個 vending machine 怎麼去做呢 當然是我們怎麼可以將一些 security 的元素 放在這個 vending machine 直接可以自己做回 defense 這個其實我們都很像 的 我們將它怎樣 在 run time 這個application 在走動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自己做到 self defense 上面做到 另一方面 我們這個 defense 是不是需要很多 configuration 這個不需要的 其實我們有了 AI 怎樣可以幫你去做一些 baseline 怎樣去做這些 可以做到 0 configuration 你就做到這個 明白 你不需要很多 努力去做 那 next 我們還有一個 WAP 叫做unique features 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 我們是 幫到客人 剛才說 API 試收錢 我有不同的收錢方式 這個 WATACON Cash Payment Card 等等 我可不可以說 有一個機制 已經收的錢 我這個地方 我只是收 cash 我這個地方 只是收 Payment Card 可以做到 API 的 保管 是會放在 Ingress 控制器上 例如我們說 Endless 不需要在前面 還要放其他 去做 作為一個 Landload agent 已經可以做到 手門口 你進來的東西 如果只是給你 cash 我只會給你 cash 其他的 Payment Card 再加上 是否要有很多 configuration 也是 serial 全部都是 AI 對 不用人手去做 不用人手去做 不用碰住 等下還有一些 human error 是的 其實你很多時候 如果純粹靠 我們這個 Payment Card 的 保護 很多時候 就這樣 坊間的 做到97% 剩下的 3% 所以我們這個 Solution 是會用了 AI-based 來幫你做 看看這些問題 最後幫你 這個 是Trackpoint 我們很Unit的 一個Future 就是Enterprise-grade 的 Enforcement 再去說 Network Security 其實我們經常說 Network Security 不是純粹說 Control Enforcement 我們還會說 上面的Messibility 上面其實 我們在說 Cloud的Native Control 我們自己的Network 的Security 再加上 怎樣做 Policy 的Enforcement 這個重要 上面其實 你現在看到 我們當時有一個 叫做Clarity 其實會幫你去畫 這個Cloud的圖 出來的 很多時候 這些圖 我去這麼多客戶 問他們 究竟你的Cloud上面 的圖 你有沒有畫出來 很多時候都沒有 甚至乎 也有的 他都說三個月畫出來 但我問你真的能夠保持 那些改變嗎 本來都不行 因為Cloud 其實你見過轉變 不是說 段月計 或者段星期計 其實可能每天都有 那些改變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 view time 畫出來 我們才可以 做到一個 究竟我們 即時自一家 究竟現在的 infrastructure 這個 這個是我們 很unique的 可以幫到客人 可以view time 無論你是用 complet cloud infrastructure 甚至乎你用 Kurpernartist 我們都會畫出來 讓你知道 究竟你的 什麼 那你見到 其實我們這幅圖 都做了一些 鬆靈 就算是用 Native control 我們也知道 哪些是 complet facing 哪些只是 internal model 那你見到 如果我有一個 DV server 應該是要在 Application server 過了一陣子 才去DV server 但是現在可以 突然搬進去DV server 應該是有些問題 是有人設定錯了 我可以放下去 再做一些 drill down 看看history有沒有問題 即是有沒有人改錯 甚至乎 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叫做lock down 即是說 我不讓你隨便改 你要改的 如果怕經常去做 我們就去做 這樣才可以做到 一個out of land 的organization 好 再下去 就說 不好意思 是 很快 有問題 是 說到這個duneline 這個facibility 這麼高 如果 deploy 這個tools 要多久 其實很快 現在你講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 提供的service 都是 past service SaaS SaaS 所以其實你要 使用的時候 它已經準備好 所以你要做onboarding 30分鐘 你已經onboard 你開始看到 先看到 carity 看到那些 一邊再說的 flat hunting 30分鐘 就算 現在 剛剛說 security gateway 以前你做security gateway 很多時候 需要半天的時間 做setup 現在我們已經有 confirmation template ARM template 甚至乎 現在我們有terraform 可以幫助你們 一個automation 的方法 其實你半個小時 之內 已經可以把這個 的解決 全部放在客戶 的環境 OK 那剛才Sam 你講的幾個terms 其實我記不到了 總之就是 在security gateway 也好 Doom line 其實是用分鐘 去計算 是 是 所以其實現在 你看到還有 我們的security gateway 當然我們經常都說 這麼多 Dom line 的protection 是不是代表 gateway 我已經不再需要 當然不是的 始終我們需要一個很強大的 engine 去做一些 Layer 7的protection 現在很多時候 Lative的control 都是說Layer 4的protection 你只看到它在這個application 它說是 但你還未知道 它是否真的 是 那也是 現在的modernized infrastructure 我們是說 不停地轉變的 我們再用IP 去基礎 去做 未必做得到 所以其實上面 現在我們真的要做 那個protection 我們需要用一個cloud的awareness 才能做到 Kubernetes 這個 我們需要用Kubernetes 上面的label 是 port 去做一個enforcement 不然其實我們做不到 所以這個 我們需要做 另一方面 我們 剛剛之前 有個podcast 講R80.40 有介紹過 Gil Custer的 features 上面 其實你會見到 在label 上面 我們是唯一一間公司 是做到 我們可以做到 clause 也可以做到 session 即是說 我們當一個 要 trigger 我真的不幸 其中一個 我需要跳到 隔壁的時候 我們是唯一一間 可以做到 維持到 避免到 由 A到 B 有些application 突然跳的時候 他會突然 因為其實你沒有了 section 我就 不知道你在 但這件事 對於end user來說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其實我們有其中一個 end user 是做 cryptial currency 其實他對於 這個failver 很緊張 其實他在說 你斷 大概10秒 他的application 便會死 你講的end user 不是我認識的 是你認識的 所以其實他們 都想用我們 這個技術 去保護他們 在A-Division 因為這個end user 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自己 真的會找到 有沒有適合他 我想現在 在地球上 他只能找到 我們海港 對吧 我也很大膽地說 可以這樣 記住 今天在2020年 3月26日 六號 OK 我講這句話 OK 好 最後講到 flat hunting 其實 你現在說 很多時候 cloud 都會給予一個 lock 例如 VPC flowlock NSG 甚至Kerbernaz 也會有 Full Lock 其實要在裏面 更多 Full Lock 你要再去做一些 如何去找回 有問題的lock 其實不能找到 行動很高 你好像在高速公路 你看到很多車 經過 你只看車牌 你會不會知道 那輛車其實 會不會 可能現在的車輪是誰 超錯 沒有辦法看得到 其實我們這個Logic 這個Engine 很簡單 當你有些很高速經過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即時的 做到一些 correlation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 flat hunting 讓你知道 其實裡面 有沒有一些 component 例如serveless 甚至VM 或者container 是不是有 reprint 在那裡 會不會去一些 有問題的地方 這些我們是會 即時做一個比對 即時跟我們的flat card 做一個比對 這個我們可以做 方向可以抓到這些問題 無論是Lammer-based 也好 以及剛才說的 你很多時候拿的resources 你不是就是Lammer-based 你會是API-based 上面我們同時 我們可以看到API的 attility 他拿的resources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的resources 我們可以看得到 vistualize 讓你即時可以看到 好 有個朋友問 不知道是否問回頭 他問就是 是seal configuration 在不同的protection 而言 如何做seal configuration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 跟你們說 剛才說的seal protection 就是seal protection 很多時候 我們會做些baseline 其實其中一個例子 在上面 我們看到 我們原本正在行的 process 突然間 你走到 多多的 process 是 那是否應該有些事情 你要看看 我們會給你 或者他會做一個 首先 奧地下 你再你 同時 可能有些attack 剛才說的 4-side scripting 我們可以 無需你做任何 configuration 已經可以做到 因為這些我們會用 AI-based 做到記者 所以 configuration大概是這樣 但我們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 再詳細些的session 可以做 加分 這個部分 是 因為這個真的比較 實力 比較實力 即是你會看到 Service-less 的function profiling 都說了一點 你會看到其中一部分 我們真的 就是 我又要阻礙你 我怕我不會問 你幫幫我 我們怎樣去 compare with solution 譬如是 叫做 SYSDIG SYSDIG 是嗎 SYSDIG 不要緊 這個我們之後再解答一下 是 我們的記錄在案 都知道哪位朋友問的 我們再找你 OK 好 那我再說回 例如servalance function profiling 那現在你會看到 慢慢我們 你知道我們去年 我們買了一間公司 專門做servalance 我們現在慢慢會 將它放在我們 當地上 這個其實是一個 的view 究竟你這裡 究竟我們可以做到 servalance profiling 裡面在做什麼 甚至乎我們可以看到 它拿到什麼 resources 所以剛才我經常都說 你究竟你這個 上面的asset 你用多少的privilege 究竟是不是真的 你聲稱說的 我們可以馬上給你看 如果你在拿的 我們可以看到 你只拿storage 加data base 但你突然跟我說 你要拿 其他的resources 但其實我明明 我已經看到你 只拿這個 我會建議你 應該用一個 小一點的privilege 避免到 我們要限制 servic attack 即是縮小的servic 就算有什麼問題 也不會被人打 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整個architecture 整個modelized architecture 無論由 CICD pipeline 到中間 Runtime 上面的protection 到最後的monetary 我們是一條路 這樣做 這是我們的cloud 就是間接的fetern 這是這樣做 當然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經常想 提供客人做了這麼多 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 你可以看到 發生什麼事 希望你可以控制 也希望你可以 保護得到 整個所有的 所有的servic 沒有讓人做到 抽象 所以其實 我們看到 剛才說了這麼多種的 不同的servic 是否每個人都要自己 去 lock in不同的servic 其實都不需要 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所有的servic 會在所有 Infinity 2.0的servic 裡面 會看到我們所有的 社群 其實在Infinity next 的servic 上面 已經可以把所有 在cloud上的 security 又或者你需要 去處理的事情 其實都在 Infinity next 的platform 可以做到 是 等於就是 我們不單止說 我們在 on-premise process 的時間 我們是secure your everything 在mobile的時間 我們是secure your everything 甚至在cloud的時間 我們就在 Infinity next 的platform 我們也是secure your everything 是 OK 好 最後一段 我們有四個 layer的protection 我們現在 每一層都有 不同的protection 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大家有什麼 要問 或者想找我們 或者再廢話 隨時可以找我們 好 我想 因為有一點 overrun 所以 問題可以留在 下個星期二 我們有見到 servic 也會另外一位 我們在cloud 或者在security 或者在virtual plan form 上來講 是另一位高手 到時候大家會見到面 如果 到時候 有些事情 想知道 要再生日物 我們可以多給你們 多謝 今天跟我們分享 接下來就是 Q&A 不是Q&A 你已經問了 就是我們 的 feedback form 的時間 大家看看 畫面 OK scan了Q&A code 連續五次 或者是多過五次以上的朋友 填回feedback form 就會有機會得到 我們一隻的 KB Air Max OK 另外 重新提到一次 很多朋友在問我 那三十天的feed 是否還可以繼續 是可以的 找回我們的servs 同事 找回我們的technical同事 可以跟我們聊 找回我的sr partner 也可以看 如何開始 這個feed service OK 那大家填 你的feedback form 好 我們前面的開幕小禮巴 就會送到你們的手 今天很多謝 Sample和我們的share 下個星期二我們再見 Sample 好再見 這裏的serv有一點不同 就會有三位朋友坐在這裏 起碼三位 三位 OK 再見 拜拜